3 2 1 不要讓它停 換句TV第20季第5集 是 接著 另外一個雲展的online 2021限定 好 這方面 厲害 上年也是OS 上年是國龍 不知道是否跟十周年有關 還是順便跟10周年新的 那算是劇場版還是劇集呢 應該是新劇場版 就出了這個 我都可以叫做OS的最強型態 我都堅信這個新劇場版 都會有一個很新的型態 很漂亮的型態 五眼六結婚了的皮套版 結婚皮套版 但怎樣都好 這個作為最強型態 我是非常喜歡的 如果大家有看到銀行王那套劇場版 都有看到本身 它是可以操縱到時間的能力 究竟有多厲害 有多漂亮呢 不停地讓大家看一看 看看銀行王那套劇場版 同樣地 一個套劇場版 2021 Tamashi Nation 紫盒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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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後面就算是產品介紹 後面就算是產品介紹 你看到這裡的核心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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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先拔它下來看看 也是那句玩Alls的 這句是沒有腰膠的嗎? 有,全部有 很多人都在乎有沒有腰膠的問題 那些仙人是不插腰膠來玩的 那些就不是玩的,可能要拉低一點 即是穿球鞋不會屈膝那些 沒錯,走路的時候腳是不會咬焗的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因為有行業頂著,所以要看畫面過一點 當然了,紅綠燈的顏色 看見本身都是 黃色是有上色的 但上色也很膠 我想說上色也很膠 其實之前的師傅和貓也是很膠 黃色可能很難處理 黃色出界是很明顯的 其實很膠 反而我託例,如果配合黑色 總之出界,我仍然有信心可以修補 想知道哪裏有一套呢? 請說 是,看到了 這個是軟膠 軟膠嗎? 不是,都是硬膠 我可以用蠻力去屈一段時間就可以了 這應該是入盒的問題 不是他本身裝拚的時候的問題 還有一句 無論如何都要遜棄些 提一提大家玩OZ的拉打 你真的要小心本身的核心硬幣 你玩它的時候 麻煩你正正經經地拿著 玩就不要倒轉 一倒轉,你一地板精靈就下班了 本身其實就著造型 它真的跟著這個超級 紅色這個 我想不起來 即是它的核心販幣 都是跟著這個當時的新造型去做 所以是完全非常正的 見到,都是那句 如果你嫌它,真是說 是膠的也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綠色來說 應該是最出事的 它應該是鷹虎王吧 是啊 好,即是同樣地 在玩它的背景前都扭一扭 真骨丟你真的不用擔心 同樣地 這個頸的可動 左右 它的頭也很扭 因為本身就著著拉打造型 它不會有什麼去阻礙它 它就變成它的頸 隔著胸口 以及隔著頭 就可以有幾大幅度 有師兄說有點像伏摩三叫合 真的挺像 左比丹 我有看過SIC的設計 其實肩膀呢 這裏可以見到少許膠位 你會知道大概都可以拉幾出 令肩膀的可動性保留 即是雙軸加的波頭 對 所以當它拉開之後 其實肩膀位 真正正可以去到90度 是沒有的 這樣 平轉 挺實 二重關節 令到它可以接近對摺 接得挺漂亮的 但手肘是否都有之前的弊端 可以左右側轉 然後有機會會斷 對手肘的問題 我就這樣看就不覺得 那也好些 不過都是那句 小心玩 另外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手肘的關節 亦都有一個水平轉 就是方便你換手 拳頭這些不多說 慣常的Fore Joint 本身就著它 其實可以分開三節的關係 所以變了 上半身其實有很多位置可以拆 轉頭才慢慢玩 重點也是 看到腰和胸口 腰和Heap 都是這個設計 所以變了在動的時候 都有很好出色的表現 它這次真的可以下面的 黃的牌子 對著這個腰帶 左右更不用說 好 踢腳方面 看到它那個關節的結構 也可以輕微地左右轉 而這個膝蓋 你說它摺得很漂亮 不是 但是它衰極 都給你中間的黑紋 特地噴的 但它整個綠色都是啤色 對 所以在上面 就拉了一條黑色的紋 它本身做了少許磨砂 令到它看起來沒有那麼像啤色 但大腿內側有個大水口 對 對 我想玩任何玩具都避免不了 但每隻隻都在這個位置 都是大水口 對 但它還好 在這個位置 其實相對性 就算不太外眼 可以接受 另外玩的時候 這些邊位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都是硬膠 變了一跌跌下去 或者不小心 找到這個用來就力 斷硬 放心 好了 腳也是不需要擔心的 它這個腳腕 都有一些 小小的動動 變了動的時候 都幾流暢 鞋頭這些 似乎都是必然可以動到的裝備 所以如果純粹說可動來說 這一隻的真骨 是動得比較厲害 或者也裝上一些工具 給大家看看 其實奧草的造型 我都覺得很帥 不過來到這個超級紅綠燈 我有一時覺得它下半身 好像有些穿緊身褲 有些很猥瑣的感覺 超級紅綠燈 超級紅綠燈 我之前叫超級紅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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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 這個可以先把握 先把握 不是很在行 但比我想像中 因為之前有幾款 這個手跟關節很緊 但這個應該是 可能稍微吞鬆了一點 令它玩上去 沒有那種很害怕的感覺 對 之前那些是一扭 就會覺得 糟糕了 會不會扭爛呢 這樣才會呢 但這個又不錯 它也可以像之前那些一樣 例如我擦胸部 就放在另一隻上 是的 既然是這樣 反正也是 但會不會牙煙呢 它擦過過程 它有沒有一些比較容易 勾手指的方法 它本身的說明書 都沒有特別說 怎樣會安全一點 即它沒有特別說 所以我也是算 也不是這個重點 因為它上半身這個位置 很難拿手 有機會一揮一抽 是的 最慘的是 頭部本身也有些尖位 相對性比較牙煙 而另一個比較牙煙的地方 我這裡已經換了 先換這一隻 它的造型手 也有前臂可以換的 將這個老虎的爪 用最大限去表達出來 你問我 其實我絕對不介意換件 因為本身 因為本身 隻爪長了 氣勢強了 我覺得反而更過癮 這個位置也挺實 好 接著就做到最危險的步驟 大家玩Oss 應該這個位置都會相對性知道 要小心一點 不過就這樣拔 似乎感覺都OK 好像貌似是有改善 因為我之前玩師傅炮那隻 都是偏緊的 拔這個位置是有點害怕的 來到我看你這個拔也挺輕鬆 可能有些改善 最好不過 其實它的爪是挺漂亮的 因為比貓 師傅炮的版本 長很多 而且它兩邊還有另一個顏色拔出來 對 不過我覺得 紅綠燈來說 如果它肯就著顏色改一點 我覺得整件事已經差很遠 我覺得如果它在下半身 加多一點甲 令它不要切緊身褲會好一點 嗯 是的 但其實在SIC的處理上會好很多 因為它在那些 比較空白的位置 它加了很多紋理 是 令到它那個 填滿這件事 看起來會開心一點 我調轉了 Shit SIC有沒有出這個 有的 填得很漂亮 超漂亮 對 它真的有雙蝗蟲腳 還有它還有一雙翼 而這個版本是沒有翼的 其實是有點遺憾的 因為它本身鳥系的部分是有翼的 對 所以 對 感覺上有些恨鐵不成鋼 有時就說 它少了一些有心的配件 其實它很多 例如珍骨都收到你的價錢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給多一點點東西 或者你給多一點點東西 多一點配件 然後你再收多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 例如好像 電王 六百多元 你多一個形容 其實真的是兩回事 你出一個平台 我都會買平台 為了安裝那個形容 其實是開心的 我起碼買一隻的時候 已經夠開心 雖然這個是一個營銷手法 但是 會開心一點 我買那個產品的時候 我會覺得 你真的有在乎大家的感受 多了要玩 多了要玩 而我最近在這些上面 料系是有心機的 你會看到腳爪 它也有給你的 但是來到這隻 我覺得稍微就差一點點東西 所以我自己特別喜歡SIC 就是因為它很細心 想得很多 對 為大家想得很多 怎樣令這東西漂亮 怎樣令到這東西好玩 怎樣令大家開心 是便宜才是 那重點 是啊 所以有時候珍貴有些回堂 本身其實 這東西 說要擺姿勢 這裏都真的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 剛才其實換件 不算很麻煩 它那個前臂的爪 亦都有一定的可動 所以變成在擺姿勢的時候 是更加得心應手 而且真是帥 這真是鐵一般的事實 差對力 是啊 你要找SIC 其實什麼都死 又對 有師兄說 希望Bandai出真骨的電腦旗 嘩 如果出電腦旗還不死 我多多都給 真骨的卡邦 嘩 卡邦也很棒 其實卡邦的SHF也不太差 對 SHF也很漂亮 但不夠粗粗 是瘦了一點 嘩 但電腦旗合真的很值得出SHF 而且出真骨 正 總括來說 這一隻我絕對收貨有得 當然 你說真的要說 本身因為造型是一個紅綠燈 而下面綠色的位置相對性 比較 看上去的膠感比較強 重複一次 本身的黃色已經上色 但是 多一句 一些黃色的處理 很難說 有一種很華麗 很 outstanding的感覺 但多一句 這個造型 給錢 看看他的鞋 原來賞色很厲害 他包括小腿甲的賞色也很厲害 而且會看到一些 灰色的滲線 令到這件事突出很多 BCB說 SIC已經全部放光了 速谷那些東西 看得太多審美披露 很壞 你現在全部放光 加牌出新的時候 你就出事了 我覺得很漂亮 之後你會追回來 我認識幾個人都是這樣的 方圓又買方圓又買 你認識那個人是有些問題的 不,不止那個人 我們又跑題了 好,今集又玩了什麼 待會見 我認識那個人是很有問題的 大慈善